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缀最劫04-06期 港股接近收平 下周怎么看呢? 我是主角老师,来时 好了,我们今期依然分为三个步伐 第一个部分是周五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恒指方面分析 亦都有个同学比较关注 恒指是我们昨天星期五 就收了一支很长的下影线 始终依然站稳了我们提示的支持 那即将来的趋势怎么看呢? 今期的话来时就会和他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部分依然在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美团、阿里巴巴、瑞兴科技 以及两个美股分别是可口可乐和美语 那这些个股怎么会和我持续关注呢? 同样今期的话来时就和他详细解答一下 OK 好了,在组论访之前再提醒过来说 那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还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的教学的乖同学 那你们记得在YouTube的频道 按订阅 订阅之后 再按这个黑色的小钟 才能够时刻收拾到 我最新的教学 好吧 好了,那组论我的正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昨天 4月5日 早上8点17分 蓝瑞兹将港股行情提示的广播 现在已经装了蓝瑞兽机的特色指标的同学 那我们知道星期四就没可以试 那我们只有星期五昨天 不过很多时候 星期六的教学 都是跟大家再回顾星期五的早本提示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 星期三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到没有? 上一期就低去低走 然后晚上也是跟大家整体说过 就是上一期 整体当时的位置在哪里 大概依然是一个红色飘带上延的支持 当然这个位置 过去一到两周 基本上甚至应该是第三周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这个图大家看到没有? 蓝瑞兽机上跟大家说 红绿飘带 它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绿色就代表太淡 趋势正体向下 红色太好 趋势正体向上 绿转红就买入 红转绿就沽出 这些是它的功能 我记得有位女博学员做什么? 蓝瑞兽你传过红绿飘带的功能给我看 当然你也有参照蓝瑞兽的提示说明 跟你几下蓝瑞兽教会也可以 当然最重要的是 经常飘带也有提示大家 阻力和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 阻力和支持是一个相互转换的 对吗? 阻力是用来打破的 支持是来跌穿的 打破跌穿了之后 它随时随一 好像今天 它是支持明天可能会变成阻力 因为可能就跌穿了 对吗? 当然有时候都会参考裂口 不裂口不是经常出现 要是这个市场非常强 要是非常弱 上一期就跟大家说了裂口 这个位置 对吗? 当然现在大家看到了吗? 红绿飘带跌跌到位置 现在目前来说 指数是我们星期三 收市回踩 因为我周四刚才跟大家说 是有市嘛 星期三 然后昨天星期五 才有开市 碰到这个位置 碰到这个位置 那如期仍然有反弹 那当我们每次 好像我们知道 我们的指数方面 或者个股 无论是回踩 红色飘带 特别是收羊足的时候就反弹 那这一天 我记得是我们上个月的强曜日 3月8日 那3月8日收羊 确实整态比较强 最强当中 如果后市高于它这个最高位的话 震荡趋势向上 现在整体都是比较强 然后呢 绿色飘带 就收羊足回踩回落 那当然升穿了 如果不跌穿的情况之后 好像这个 那基本上就会有 马亚顺头 好吧 这个就是飘带 那当然最关键就是第三个 那大家看到 按照菲波纳契素利 推演时间 这是0,1,2,3,5,8,13 那 一只金箱乃水教学的各位同学 非常清楚 这个就是菲波纳契素利的时间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 大家数很简单 0,1,2,2,2,3,5,5,8,13 对不对 那当然每次这些棍对应的 就飞高即低 那当然大家要找好那些 选择好的时间 因为来说最后就不是最高 或者最低的这些位置 而且对应了之后 大家一定要知道 对应的时候 这个位置推演到后面是比较准确 那到了后面才会更加 会比较不差太大 所以菲波纳契素这个时间 我之前都是用过这些时间 比较不准 我都没有用 包括1月2号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知道 通过时间推算 我现在整体 跟大家说有两组时间 一组是多少日 一组是2月23 对不对 一组是3月23 延续之前 跟大家说的 两组菲波纳契素利 对应得上的 都相对比较准 那菲波纳契素利时间 大家看到 每一次转移时间 尤其是两种 譬如说之前是跌的话 假设 假设如果之前是跌的话 那菲波纳契素利对应的时间 有八成呢 就是反弹 两成呢 就加速下跌 是加速下跌 大家记住 那升的话 之后都是一样的 好吗 所以大家看到 黎sir和提示 选择到八成反方向 因为我们之前是升的 但因为目前资金贝离 这个指标 有同我问资金贝离的一个功能 究竟是哪个两种 其实呢 它是两种功能 一个是看资金流向 一个是看顶背词 底背词 除了乃sir命名 资金贝离 大家比较容易认 即是记得 好吧 所以通过这周三的行指 其实提前推测 今天高开的机会比较多 高开 不过我没有说 高开不代表 之后就一直升 他有时高开低就 对吧 那当然乃sir最关键 就是和大家说 判断现在有资金日常 乃sir认为 现在环境是好 你好 周日善 包括我以为 都整体比较好 所以乃sir认为 虽然说这个红色飘带 那么薄 不过我认为 他始终现在的市 为了红色飘带 尚延 记住尚延 就是16670 附近反复震荡 那么大家看回 星期五的收市 是否按照乃sir教学 和大家进行提示 是否也有指数方面 个股的话 石油 餐饮 银行 中期是比较少同学做 不过黄金 确实现在 就是现在整体 对于 就是说 国际形势的 大家很多时候 黄金作为我们 几千年以来 一个投资避险的 一个黄金金属的 一个投资工具 对不对 所以黄金现在不好的事 黄金就升得比较厉害 最加上如果打仗的话 那石油 餐饮 银行 这些 大家如果不知道 有外围什么联系的话 大家不妨去通过 富途牛牛 那大家如果是 内部投资者的话 那你装了飘带的同学 你可以结一下资金 或者飘带去看板块 好像军工大家见到没有 飘带吗 比较不美 所以有红色飘带 那边这里是上落 那餐饮呢 那亲饮 这个入线图说错了 那军工是吗 绿色飘带 日线图对表短期 那边他比较淡弱 餐饮呢 为什么呢 红色飘带向上 现在有资金 不过他现在变弱了 有很大机会呢 下个礼拜这里收纸 那煤炭呢 我之前不是和大家说 一直比较强 石油就不用说了 之前大家同学 有讲白白三的 那我都和大家说 可以拿着板块的行业 确实比较好 银行呢 5号就是大洞 大家见到没有 所以通过板块 大家可以选择 就可以过股 就是这个原因 好吧 虽然说 虎途不可以帮大家选择 不过能够帮大家 正确到某个板块的过股 那换一个说话来说 就算系统有选择的功能 都未必能够正确 因为选择的条件很多 那你比较苛刻的时候 那条件 满足的时候 比较少呢 反而我相对来过 红色认为这些 相对能够正确的板块的过股 反而是大家 红色认为的 好吧 现在整体大家看到 因为有资金入场 那星期五是否还会继续持续呢 不过下周 那我们进行 我们看回我们的 星期五的开市情况 那星期五 刚才开提 已经和大家说了 港股就接近收平 因为来说 跌了一点 那无论你跌一点 有跌就跌 升就升 那现在整体大家看到没有 那其实昨天 星期五 那上午的时候 还是比较弱 不过后期 就弹回上 后来其实是五号仔 匯豐 拉动朱 因为可能有牌识的原因 李sir看到相关的一些 就是说 咨询 这些 是五号仔拉动了 恒指的变法 因为五号仔的权重 都相对比较大 那当然 那即刻下来 究竟如何 那李sir提示的 16 好像这个位置 16670 能不能够企稳 而且之前跟大家说的周线级别的支持 16350 那下周怎么看呢 那现在我们进行 下个环节 恒指分析 恒指分析仍然是按照 李sir教育 思路国际形势 政策最佳技术分析 那从技术的话 只有美股市场呢 能够做到 因为美联储相对 我们全球的央行 那其实它不受各个国家的影响 反而它的政策 包括加息 或者减息 是不是 都会影响全球的一个变化 所以大家现在全球都看 美联储 减不减息的问题 那当然现在的一个情况 我们中港股又怎么看呢 港股就不用说 我们知道是跟A股的 那中A股就基本上是政策市 因为港股知道 刚才跟大家说 除了五号制 那700 3690 9988 这些都是内地大企业 那内地大企业 这些有相对我们恒生智座成份股 的权重特别大 除了五号制 包括有帮保险这些 是不是 所以说政策影响 有相对影响内地这些企业 尽而之影响港股 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大的 环境政策的一个形势变化呢 那我记得我上一期四月 是不是二号 那是六号 星期六 那应该是 三月三十号 说错了 三月三十号跟大家 说回我们四月的展望 跟大家说 整体环境是利好 不过现在呢 又传出消息 说美联储呢 又不想减息 又不想减息 那这个呢 大家要关注 因为来说 我记得Youtin春乐友 学员都问到 乃sir会不会见之前的前低位 乃sir说 如果不继续加息的情况之下 之前的14596 是不是这个位置 就基本上就难跌破 因为现在和这个有关 是很大关联 好吧 那当然经济环境都会慢慢升 好吧 那现在外部环境 乃sir认为了整体好 那我就看回技术分析 刚才我和大家说 经常和大家说 技术分析涉及我们投资理念1 先指数后过股 指数与指数之间相同对比 因为我们见到 我们分析号港股呢 我们要看回恒指 恒指呢 有受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影响 因为全球的GDP这两者最强的 至今百分之50% 那当然有时都会受板块和过股 比如说之前 绿防不好的时候 包括汽车 电车不好的时候 那绿防本身有些权重股 都比较大 好像碧桂园那些 不像现在 相对越来越弱 电车 那电车可能相对权重 没有那么大 不过成交量 几十万一部 十几万一部的车都有 那所以来说 它拉动经济的主力 所以有些板块不好的时候 都会影响恒增指数的表现 个股 好像刚才和大家说 提及的700 好像去年冬至 买出了一个政策 什么内地的 限制游戏的一个版权的发布 那这个就影响到 我们700年的月跡 因为我们知道 腾讯的月跡 有三分之一来自游戏方面 例如王者圆圆耀 蓝水都有玩的 这些游戏 所以说 这些都要结合 所以股市从来都是多维度 那当然最重要 还是指数与指数 之间相互对比 我放下第一条 所以说我们要研究 恒指 这两大股市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美股 我不单只要分析 杜瓊斯指数 也会看 纳斯达克 打开虎图牛牛 纳斯达克 又装了这些特色功能的 这些 这些程序的 投资者和同学 另外跟着纳斯达克 一起去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纳斯达克 我们本周过了一周 首先我们来看周线图 周线图 依然还有一个说话 为了照顾每个每次 每一期的 深吸引的一些粉丝 美股随负集中于股市 中国大陆的随负集中于楼市 所以美股的随负 绝对不能在股市当中 有所表现得太差 所以不会跌得太厉 这个大家要记住的一个 就是公理也好 原理也好 原则也好 是不是 所以达克斯达克 就算现在资金有流出 大家见到飘带 就算看回长远一点 周线变动不了 月线也是非常之美 所以无论现在整体 就算有跌穿 我就跟大家说 跌穿马上弹起来 那确实也是 是不是 所以科技指数 尤其是特殊大科技股 是支撑我们科技指数 或者甚至整个美股的重要的一个因素 科技不错 杜瓊斯指数 我认为 现在暂时调整预约 跌少少很正常 因为升这么多 调整一下 畢竟周线日线 都是一个回踩 不过今次可能 这里又出现估出信号 而且这个黄色信号 大家见到没有 都出现了 说明风险有比较大的跌 跌下来 不论如何 就算有跌 都可能最多一两千点 美股 后面回踩了之后 逢低线日线 又大家做美股 机会 尤其是这样认为 好吧 这个就是美股 强 调整 上证呢 上证呢 其实我们的港股跟上证 有时候我们都跟 根据我们的A股 我们再看 A股目前大家见到没有 确实都是沿着这个飘带 最近很多同学问到 飘带 这个飘带的一个 怎么看怎么用 刚才都说到 飘带 其实大家要记住 红色飘带有资金日线的时候 很多时候 这个位置就比较容易站稳 没有资金的时候就容易跌 因为畢竟它这么薄的飘带 肯定相对比较 弱好 好像你用那么刺 比较弱 我对比较淡的意思 我不能重复 那要看它整体会不会继续上 我看长远一点 长远一点大家见到没有 为什么我不是和大家说 无论是夜期 包括上证指数 因为上证指数 在我们香港富贵假期 左右的时候 的期间都有好事 所以来说 它现在行得比港股快一点 所以来说 现在我们见到 飘带这里 是不是会转红色飘带 转红色飘带 是不是即将来会太好 所以蓝帅是A股太好 本身现在内地 经济都相对来说 会慢慢转好 所以说一旦 它对比一个案子 周算转好之后 就未来数个月了 所以大家见到没有 蓝帅已经说 相证之数现在转好 所以当分析行指的时候 大家要回顾 现在蓝帅和大家说 这个飘带已经 基本上是转红色了 好吧 就算不同相证 等会和大家分析夜期的时候 都大家去看看夜期 现在怎么走的 好吧 所以整体 其实 A股都相当表现得不错 大家见到没有 周算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如果现在过了一周 好像A股上证指数 周算图 是不是确实是中顺 现在整体大家见到没有 都是收窄 日线 现在整体都是一路旗运 红色飘带 有资金日常 当然分析了这两大指数 刚才和大家分别演示了港股整体 当然我们要详细分析港股 不是大家看到的飘带 要逻辑 包括现在外部环境 刚才和大家说 多怀道的一样股市 港股通过两架市空 和大家去研究这只股市 当然成交量 之前宿量跌 那天 是不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一 那时间 其实最重要的 时间就决定了空间 能不能预期打破 或者跌穿 天时地利人和 时间没有 它涉及到投资利益 从战略到战术 长期看趋势 中期看投资机会 短期看买卖位 中期还有一个意义 基本单位 研究股市基本单位 好吧 乃sir未入行之前 都是一直看日线 甚至看五分钟 三十分钟 比较多 周线忽略 周线忽略是错误 自从乃sir 入行之后 因为周线 大家要分析股市 一定要从级别比较大的 往得远的 好像你长期都看不 就是你远处都看不到 你当下你好像要操作失误 一般高时韩特远 当然这个图大家看到没有 时间方面我中用菲波纳契素列 因为菲波纳契素这个时间都比较远 依然是用前年的2月7号 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 乃sir认为现在这个整体 看伤态比较明显 如果要回到这里 基本上一晚搞 当然你要看时间 因为下次到144很久 当然大家都可以以这些时间 作为一个高低位去推测 飞波纳契素列周线时间 周线我们知道时间 基本上要慢慢回升 那空间怎么看呢 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 空间还未打破 空间怎么看 我喜欢用光阴和结合 蜡薯的红绿飘带 光阴其实都可以用时间 不过我喜欢用距原线结合 飘带这么用 是个人的一个习惯 或者适合自己的方法 就是最好的方法 对不对 那飘带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依然是太淡 太淡不要紧 好像这些位置 看了这么久 这里上穿 然后这里又转红色飘带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几个月 都表演得很好 对不对 那它本质背后是什么 是一有资金 大家看到没有 那现在有没有机会 也有的 因为资金是流日 不过呢 有个少少微月 啊 微浴应该是减 微浴加快 即加快速度有少少 不过这个是好事 那这里 那基本上呢 可能会跟上证这样 A股这样行 有机会转红飘带 是不是 现在大家看到 KDJ 都是向上 慢慢升 这个整体趋势都好 那周线呢 可用时间空间 日线可不可以 可以的 因为3月30号 这个时间已经和大家说 用菲波纳契数 来和大家说 这个时间 那之前又和大家说 8月22号 9月4号 10月12号 11月6号 不知道这些时间怎么来的 你要看前面教学 如果是心同学的话 那为什么呢 因为菲波纳契数 我和大家说了很多时候 不过我前一段 我和大家说 乃sir发现了这个新的方法 用两到三组的 会比较好 因为怎么说呢 好像第13个交易 刚刚对应这个 最高或是估出 因为乃sir的菲波纳契数 你本身就选最高 或者是最低 那当然现在有发现 新的两组去设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那最近的一个时间 是不是这个 第13个交易 即是13号 这个组的 那下一次呢 是不是21个交易 刚刚有对应 之前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每一次对应的 就是非高即低 大家没有发现 非高即低 是不是 所以来说 现在我推测出时间 这一日呢 是不是和大家说的 就是3号 第二个呢 那下一次八个交易 是不是在这里 中间三八个交易 就是1 2 3 4 5 6 7 8 8 8号 这个就是转折时间 那当然我们即将下周 没有 究竟怎么说呢 按照统计学来说 3 4 5 6 7 8 12 都有强弱日 这个就是按照统计学来计 这一日 统计学 这个是强弱日 刚才我和大家说 3月8号 我上过交易 是不是收了一支羊组 那确实比较强 那我们下周 关键看这个 在12号 那当然 之前这几天 八九十十十一 怎么算呢 我们怎么看呢 其实内部学员 也有问回乃sir 乃sir 我觉得 下周会调整 其实乃sir 比较赞同这位内部学员 说的 不过有几位投资者 都是这样说的 那当然有小部分的同学 就乃sir认为是利好 他有可能提升 不过为什么会调整呢 然后最关键看12号 这个从这个空间开始看 那空间开始看 大家要记住 这段时间重要的因素 大家要记住 要看外汇 然后我们再结合 空间去看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回 日线图 日线图 现在我们看到 资金是不是流逆的 现在收了一支非常长的上线 那确实按照乃sir和大家说的 是红色飘带 哦 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上沿 上沿 这里呢 调整 那确实是预期 在这里 按照乃sir和大家分析的一个趋势下 不过即将来怎么看呢 对不对 首先我们分析这些股市 我不是和大家说 一样按照外汇 外汇 夜期 还加上刚才的技术 技术的一个分析 周日线的趋势和资金 趋势资金去分析 对不对 那我以为呢 刚才已经和大家说是好的 不过大家担心就是 美联储 减息的问题 会不会真的六月份能流如期 因为现在又推出了 可能又会持续高息 不过无论如何 不加息就是好失 那这个现在关键就是外汇夜期 夜期最多和大家提高低去 而且未必好 不过呢 它能够提前和大家预计 这个资金有几时会转变 不过现在夜期暂时 相对可能比较淡化一点 因为来说上证 刚才和大家说 刚才和大家说 是否比夜期都比较提前 大家看到没有 首先我看到 上证 现在正和大家说 周线图 基本上是转红色飘打 所以说我们的恒生指数 都基本上 会按照上证会走 因为首先第一个好的 第二个好的 就是现在夜期 大家看到没有 夜期都一样显示 恒生指数夜期 夜期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还有流日 流日 这个是我们的下周 这里依然站在上证边 而且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站着转线和大家说的 红飘打 资金还有日常 说明飘打相对比较难 不排除高至低 但起码高至少少 比较大的机会 没有百分百 当然最关键是外汇 为什么呢 外汇美元指数 因为现在整体 开始调整 相对人质 人质为什么比较弱 因为 应该和之前 降准降息有关 不过现在 所以来说 就慢慢升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夜期 刚才跟大家说 外汇 非常之重要 因为美元强 人质弱 外资就会逃出 港股难升 因为和资金有关 另外一种程度 就是我们本地经济 包括我们中国大陆经济 慢慢好 港股都有升的机会 最好 美元弱 相对人质强的时候最好 因为外汇相对 我们每个地区的资产 一个价值的问题 所以外汇强的话 自由外国资本回流 所以整体 还有一个关键 恒生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打了双重保险线 双重保险线 周线图 假设我们推演 资金如果入场的话 我们下周 升得比较厉 最终会回落 因为上面的空间 不是很多 上面空间基本上 是1万7300 下方 是16350 基本上和我们的 牛红街货就差不多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重货区在这个位置 OK 所以整体守住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好吧 这就是牛红街货和大家说的 所以整体 我们下周 我们怎么看呢 整体会调整 关键12号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 OK 好了 对于以上教育不明白的 各位投资者 你可以去天窗问问 牛红街货 对于牛红街货当中 涉及到特色指标 非常感兴趣的投资者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找到相关联储 这个系统是足够使用 不需要足够年费 然后中港股 甚至美股都看到 没有分拆的 有一个价钱的 而且在平板都可以看到 不是 这个还实时报价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所以说大家非常感兴趣 投资者 在视频下方 找到相关联储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OK 好了 最后我最后的 个股分析 个股分析 美团阿里巴巴 瑞星科技 好好好 当然 今天做完这个教学的时候 也有一位 断义的投资者 也有问到其他的一些股票 因为 乃瑞 已经搞定了这个 就是 文档 PPT 所以说可能你的个股 就下期和大家说回 那现在说回 就上一期 才问到这些同学 那美团大家看到没有 首先我们先关注 雙重保隕士 和庄家图 我们判断一个个股 首先要看庄家 美团我之前跟大家说 记得是3月14日 上个月中旬的时候 我说美团 中期是否看好 那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是否升了很久 中期一个月以上 那 因为来说 从资金 虽然说从庄家角度 这只个股不是强势股 周善未来趋势 不过一线图 是有庄家日常 有庄家日常 短期来看 因为慢慢吸囚 所以说 荔船英卫 整体是时间的问题 而且首转 之前跟大家说 80元就可以了 现在整体可能首转 82元 只要我们飘带 这里收窄 如期转好 飘带就可以了 那当然会不会 整体会持续呢 那当然最近也有一个 比较大的阻力 因为这里绿色的主线 还不是转紫色 不像这些位置 转紫色 它持续时间比较久一点 资金还是继续入场 那边 它回落的机会比较少 未来趋势整体还相对好一点 那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趋势资金它炸着 不过现在资金 还继续入场 又出现了估出信号星期三 所以说我们回踩 我们的关键 目前来说 那如果只要回踩的话 有九十三元 加到四元 这里的位置 大家还会加个仓 如果 而且要收羊竹 收羊竹的时候 好吧 要收羊竹 这个就是美团 OK 持续还是看好的 尤其是这种转红色飘带 更加不用说 好了 那说完美团 说回9988 9988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首先我们看个庄家图 庄家图 其实都不是很漂亮 基本上是油脂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六四表带没有升上去 它相对 美团就相对比较弱 是不是 那即将下来 这个点态 看它的趋势 不妨从趋势至今 而且买股指标 暂时没有出现 这个通达信 因为买股指标 阿里巴巴看不到 前几天出现了 买日信号 不过 都没有怎么升 那这只点态 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绿灯是着着的 周线 一线图 红灯是变薄 如果这只 绿灯 两只红灯 一旦转绿灯 一旦转绿灯 的情况之下 大家一定要立刻 要沽 大家记住 好吧 因为买姥sir和大家说的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好了 那说 有些卡住了 sorry 好 那我们说回我们的 水星科技 每次弄到放大镜 通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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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没有 水星科技 无论是周线图 或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水星科技 周线图 庄家 日线图 大家看到 水星科技 红飘 大家穿着 不过现在资金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是穿着绿灯 这个有个比较不好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情况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它即将下来 有很大机会 是不是要回落 所以大家关键 要看回24元 24元 如果在这里 能够回踩 修阳中的情况之下 那大家就可以 最日常买 好吧 这个就是水星科技 所以水星科技 现在整体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OK 水星科技 是24元 大概要回踩 不过现在 趋势 变薄了 很大机会还下行 周线图 而且周线图 这个沽出信号 都已经出现了 所以来说 可能会回调 大家记住 这就是水星科技 说完水星科技 我们讲回 最后两只美股 河河河河和眉远 河河河河 大家看到 河河河河河 河河河河 现在出现了 河河河河河 首先 这个 庄价是比较弱 从周线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什么庄价 而且 日线图 这里就已经收窄 从美雷趋势 看 我认为 这只可能会继续下行 而且周线图出现了 这个位置 基本上 在这里 不过 58元 这里有个反弹 好吧 现在绿灯是穿着的 比较不好 OK 说完了 我们的河河河河 还有一个微远 微远 目前是我们中国大陆科技集团 暂时还未攻破的一个 因为操作系统电脑 大家看到没有 微远 庄价 七大科技股 确实是非常之强 所以这只个股是可以拿着 唯一一个就是 有朋友就问到 红丝飘带收羽绒 是否有反弹呢 从飘带的角度是有 不过现在没有买的信号 大家看到没有买的信号 但庄价日常 我们从北方河趋势资金 那如果趋势资金 大家看到没有 趋势资金 这里是穿红灯 不过这里没有 那如果我们下个星期一 正常开始 这里是穿红灯的话 大家可以加仓 好吧 这个就是和大家说微远 OK 以上个故就和大家说这里 那下期什么时间呢 下期依然和大家说 每逢周三和周六 这个时间保持不变 好吧 以上教会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